如果回避能赚钱 他一定是女版巴菲特 Hello大家好 我是打炸银行的行长 之前和大家聊过成人的四种依恋类型 分别是 其实成人依恋类型是以婴儿的三种依恋类型进一步归纳而来的 而成人依恋类型中的恐惧型和数理型同属于回避型依恋 分别被叫做恐惧回避和数理回避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的是回避型依恋这个大类 聊之前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 这些依恋类型其实只是我们 在某一些情景某种状态下 我们可能出现的一种倾向 并不是绝对的 单一的分类标准 人是流动低 我们可以通过自省和调整 来减少依恋模式中 带来负性影响的那些方面 为什么从婴儿时期讲起 我们在亲密关系上的表现是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的 回避型依恋者在童年多数遭遇过父母亲的情感忽视 嗯 取个例子 如果当年有个妈妈 她生小孩这件事是没有一点点防备的一场意外 而且她对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并不期待 甚至觉得满满负担和失望 那么她极有可能就会冷漠地对待她的孩子 很少给予回应 哦 一个冷漠的爸也一样 这事不分男女 要知道小孩每次对父母亲发出爱的讯号 但被拒绝时 心理上是极其痛苦的 我一个姐妹就是梳理回避 如果回避能赚钱 她一定是女版巴菲特 她妈有毒 相信挫折教育 对她从小的吝啬关爱 坚信摔倒了不服 落水了不捞 能让她闺女变成坚强独立女性 继续会是全场最乖巧的小姑娘 哦 她妈也真的 颇为得意 我姐妹原话 小时候也试过表达自己的无助 可我妈的回答永远都是 别人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 被同学欺负了 我妈会说 她为什么不骂别人 只骂你 当时也觉得没啥 但长着长着不知道哪天 自己对爱的话题总是躲得远远 三姐我口 对 如她妈所愿 她真的很独立 也很能忍 她是 就算她相恋多年的男朋友 突然跟她分手 太能笑笑挥手 送你走 在那种忍者 我想看看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姐妹有多少 有上述情况呢 给我扣一好吗 所以 回避型的小朋友长大后 更愿意独自一人面对 承受人生的起起伏伏 很少与他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当他们害怕 沮丧 伤心时 更优先封闭自己 从家庭和朋友那里寻求安慰 不存在了 孤独是他们面对危机时 最安全的归宿 时间一长 出于对自己的保护 他们便强迫自己习惯 回避一切依恋需求和亲密接触 然后疯狂的洗自己 我不需要爱 离我远点 别烦我就行 所以我姐妹的情路 也一如我想象的那样坎坷 她为拧巴代言 不喜欢太过粘腻的关系 好不容易爱上了一个男孩子 两人只要一有矛盾 她就一头钻进土里装鸵鸟 她不懂怎么解决问题 或者干脆懒得解决 每次吵架都是逃避 然后等风头一过装无事发生 等矛盾越积越多 对方受不了了要走 啊 如果对方是个焦虑型的 就量得彻彻底底 因为心里在低血 人者如他也从不挽留 唉 亲密关系中 我们总是抱一些期待 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啊 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啊 你就该怎么怎么样 你就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另一半 所以你有责任和义务 让我感到幸福和快乐 不是的 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下次见